谈谈一些强势的办法 比亚迪就出了一些数据 6月份新能源汽车销售有13万4千架 按年就上升超过2.2倍 上半年累积就是卖了64万架 同比上升超过3倍 同期其实小鹏6月的销售都升了1.3倍 理想就升了六成八 蔚来就升了六成 刚才也说到 其实比亚迪上半年新能源车的累计销量 就已经超越了Tesla 成为了全球销量冠军 见到不过就是6月份 其实比亚迪都升了1.4倍 虽然跑输其他的新能源汽车 但也有一个量力的升幅 你觉得现水平是否值得继续吸纳呢 这些位置买升了很多上来 我们就说股份冲到很高的位置的时候 你买得多大问题 穿300元我一定建议走 所以这一刻你只是承担10元左右的风险 其实你老实说 你不如让他见到之后 试几次300元都很稳定的时候 才去博计 我觉得互相对比较好 重点就是刚刚我们在说销售数据 其实刚刚也在说 这些车企每个月都公布销售数据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消息出来 你没理由今天这一刻才知道 原来比亚迪卖车卖得多个Tesla 但这个是短暂性的 刚刚提到Tesla还有很多MegaFacture 超级工厂乐性 你会不会这一刻我们市场上 我相信内地人也是的 你说要出同样价钱买给阿迪和Model 3 Model 3应该是受欢迎一点的 但问题是为何比亚迪的车买得多些 原因Model 3不是你想买就买 Model 3是你要等到可能 下年才交到车给你 但内地的车都一样要等 但等得没那么长 那就变上有个优势 所以理论品牌效应上 Tesla仍然是完成比亚迪 但问题是先后次序 你现在说比亚迪 你看看第二季 2020年第二季 跑完Tesla很多 一只高位回了50%下来 另外一只是在破顶 看日线图就是这样 你看月线图 因为Tesla之前已经见过1200元 升了很多上来 所以如果你在评论基本因素上 这些位置买给亚迪 我就想不到还有什么新的利好因素出来 当然如果业绩出到来 看到盈利突然间倍升 市场已经预期倍升的状况 还可以升预期的话 估值就可以再向上提升 但现在说百多倍的预测升率 你再硬去追 穿300元你又不走 那下场就跟高位置的Tesla 现在重处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这些位置给亚迪 我就真的想不到 太多新的利好因素出来 基本因素是强的 绝对是强的 但股价上 近期的升浪上 究竟Price先了多少 我都觉得应该没有全部都要七七八八 我会等到有没有更新的因素 才会成为再转一步的炒作 有引 内地政策是扶持汽车的 但问题是市况气氛一不走 这些股份就有一个很深的调整 所以我觉得 你要买Tesla 给亚迪都可以的 那比Tesla好 起码我觉得 定止股价格的Tesla 就是600元这些水平 无端端输一声 你比我敌至多3%左右 但不抵博 为何这些位置才出售 我会这样问 好 恒生指数就开了市 我们看看最新的指数情况 跌近394点 最新就是报21,467点 跌幅比开市的时候 就扩大了不少 开市的时候就是跌169点 国企指数跌幅在扩大 跌近135点 7532点 科技股指数跌77点 就是报4797点 积货月期只跌近324点 看看几只有消息股份 那个开市的表现 那双汤 开市之后就跌幅 急速扩大了 最新跌近一成 去到两个八毫一的水平 另外就是 另一只有消息股份 就是1772禁锋利业 公司就发了一个通告 就说收到中证监的立案告知书 就说涉嫌在二级市场 那里就进行一个内幕交易 那禁锋利业都发了通告 就说这个立案 就不会对他们正常的营运 就产生影响 不过股价现在就是跌幅扩大了 最新跌7%的 跌6.15% 去到82.2%的水平 好 我们稍后再跟大家跟进 其他行业股份的表现 因为今天就下半年第一个交易日 Arnold 带了一只股份上来 就让大家留意一下 现在可以揭中了吗 没所谓的 其实你如果说 我觉得这些市况 我会推介些什么 我一定不会选一些 好像比亚迪 那些很强细的股份 因为很多强细的 其实只要你有深入的研究 或者你了解市场发生什么 很多东西都价钱 我觉得现在港股的状况 或者内地股市的状况 但是有些过分乐观 但是同样地有些股份 我觉得过分悲观 如果你现在来做部署 这些位置才会入市 我会建议骂你这些位置 其中一种就是说 去年炒到火红火 其实有很多行运股 还有我刚刚今天推介的 那些道理都是相似的 但论基本因素上 他们业绩上过去几年是很确实的 但问题是说 气氛不走 还有上年跌了 升得多 回了下来 我觉得这段业绩期上 你可以想一想